再来看到立委高嘉瑜遭到家暴案延烧 如今林秉书的关键白色豆腐头成为最大疑点 警方今天凌晨二度搜索林秉书长期珠珠的饭店 寻找高嘉瑜所称的白色豆腐头 就恰然发现房内有一男一女在帮林秉书收拾物品 就怕他想找人灭阵 警方紧急搜索查扣到疑似高嘉瑜被迫写下的自白书 内容还是指控前男友小马长期诈领助理费 而现在林秉书也再被踢爆 依次动用网军 日前趁着高嘉瑜上节目扬言恐吓要揭露他的隐私 检方后续也将提训林秉书进一步调查 警方上门还老神在在 林秉书涉嫌殴打女友高嘉瑜被决铁血造就有所准备 有很多是高嘉瑜本人长进的 高嘉瑜本人也私下的舱舱船 把一些照片给我 不只想好怎么替自己辩驳 被解压后隔天警方二度搜索饭店 还发现他已经安排一对无心男女 到他的租用套房收拾物品 两人否认帮忙灭证 但警方已清查身份 原来这两人和林秉书被决提时 在场的户续是三姐弟关系 紧急搜索再度查扣一些证物 警方除了发现高嘉瑜前男友小马 在告别室上发的八张传单 也找到高嘉瑜的自白书 内容疑似就是遭林秉书逼迫写下 坦承他长期让小马诈领助理费 而林秉书在遭局提时 还急着遗转档案到新手机 甚至疑似将高嘉瑜部分裸露照片 先行删除 但证物中高嘉瑜坚称 看见备份资料的关键白色豆腐头 警方就是没找到 捡警后续也不排除 让高嘉瑜的律师堪言理清 现在全部都在点堂那边 这就不说了 但人员判断林秉书删除裸露照 想规避妨碍秘密罪 被抓后变称 说是女方拍摄 也为了规避恐吓刑责 不过有网友就踢爆 高嘉瑜日前上直播节目时 竟有人抖内扬言威胁 要爆料高嘉瑜隐私 不照她意思做 其实她就有很多的网军 她会去发动 然后可能去抹黑去攻击 法官认定林秉书早就有灭阵之余 将她积压 后续也将厘清关键白色豆腐头 也不排除约谈 林秉书被局提时在场的护士 让黑幕尽快扶上台面 记得张笔子张又词采访不懂